瑞瑟湘公所推动部落小旅行三年有存 特别规划邀请各部落头目、社区的社团 还有农场小农等举办了部落小旅行的取经之旅 乡长陈敬光率团参访了临近的台东县盐平乡、 北南乡还有京丰乡等三个乡镇 透过参访体验彼此交流学习 以提升瑞瑟湘部落小旅行的游存品质 不论是部落体验项目与品质 还是部落社区导览游存中导览元素质与导览能力 临近台东县乡镇部落小旅行游存服务品质与水准 皆让前来参访的瑞瑟湘公所业务承办客 各部落社区干部与小农们望其向背敬佩不已 2017年瑞瑟湘公所和部落社区农场与青农 推办部落小旅行游存生活游客民众的喜爱 三年多来规模与游存也逐渐扩大 为了让部落小旅行品质更精致 乡长陈金光亲自率团参访临近台东县 延平悲南与金峰三乡镇 透过参访体验彼此交流学习 小旅行的一个行程那非常的丰富多元 那也可以给我们这次参访的所有的乡亲 我们的业者可以有一个互动的机会 把别人好的部分来学习起来 让我们的小旅行跟部落的文化能够更加的精致 尤其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好不容易创立口碑 也稳健前进的部落小旅行游存要如何因应 也是目前期待克服的难题 而瑞士乡公所也未雨绸缪 其实今年开始我们把我们的规模缩小到 八人成型 其他的部分我想公所还会持续的 跟我们所有的小旅行的我们的所有的合作伙伴 来共同面对让我们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的状况 都能够让我们的乡亲在小旅行跟产业文化方面 能够多有所成就 他山之时可攻措 面对后疫情时期瑞瑟乡公所透过参访交流 让在地的部落小旅行站稳脚步继续向前迈进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